熟悉 熟悉 我们阿里关机的 不行 不行了 快来 熟悉 熟悉 漆黑的一晚 到处黑龙江警方发现这名驾驶的时候 他已经动得四肢僵硬 动弹不得 还准熟悉呢 有点资源没有人的吗 南方人他就穿个线布啊 动力都不行了 说不来话来了 原来他是南方的广东人 为了地图勘测 开车上山 却对黑龙江墨河 设施零下38度的低温缺乏警惕 车子一抛锚 当场变冷冻库 隔天警察帮他修好车 加满油 还是忍不住要念两句 同样是东北 吉林省温度也在设施零下20度 这一车五个人开在高速公路上 结果前车卷起了一颗石头 砸破了挡风玻璃 油坑移动完了 花了还要去转水 那一条好像是二十个都冬的 不认真都跟麻了 就跟打麻药一致一样一样 迪文之中 唯一的安慰是季节限定美景 陕西这处瀑布冻成了一条玉带 湖面也变溜冰场 不过从7号到9号 大陆29个省区市 又要面临今年以来范围最大 强度最强的降水 大陆气象单位呼吁 北方民众要小心道路结冰 南方则要提防暴雨引发土石流等灾害 TV新闻 叶俊宏 庄志伟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